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把豆漿加入葵花油 還有一些醋 這些東西我們先用電動攪拌機去打 那花椰菜部分我們就把它切大朵的 三到四公分左右 然後把它加鹽水汆燙 然後綠竹筍的話 我們直接整根下去汆燙 燙完熟之後然後再去切塊狀 甜菜的話我們就是把它去皮一樣切塊 然後再去汆燙 蝴蝶麵的部分我們就是用鹽水去汆燙 燙大概就是八到九分鐘 然後起來的時候你可以用一點冰水冰鎮 再不然的話就是自然放涼 綠花椰菜跟綠竹筍為主 跟麵做結合的動作 然後拌上沙拉醬 因為甜菜更會染色 所以我們把它就是另外放這樣子 再撒上最後一點巴西做裝飾 這樣就好了 這是一道蝴蝶麵沙拉 鹽水汽燙 salt 酸